这个大油桶里可不是什么粘稠的胡辣汤 而是一具已经被融化成骨架的尸体 死者泡在腐蚀性液体当中 连人带筒丢弃在了建筑工地 大清早就接到这么重口的案子 小葛和亨利也很无奈 加班的哥哥们询问起了三个女队员的去向 原来莎拉 摩根和芬恩三个死神姐妹花 正在酒店参加研讨会 阳光 泳池 清凉的饮料 好不快活 加班的哥哥们和度假的姐姐们形成了鲜明对比 浑然不止 一名枪者只用枪指着狂欢的人群 一场血腥的杀怒场即将上演 这里是一年一度的CSI研讨会 参加会议的也都是全国最顶尖的刑事专家 莎拉刚到场 就遇到了最不想见到的老熟人毕小姐 毕小姐不停向莎拉炫耀 自己现在已经转型成了犯罪节目的主持人 每天代言费收到手软 不是她能力强 而是她做事没有底线 为了钱和名气 曾不惜做伪证 帮穷凶极恶的罪犯们脱罪 芬恩对女人们的修罗场没有兴趣 此时此刻 她又盯上了一名同行帅哥 二人眉来眼去 干柴烈火 不过芬恩花心鬼花心 却非常的有原则 从来不聊有父之父 画面转到实验室 事故已经被冲洗干净 这是一名成年男性的事故 死于头顶的枪伤 实验室正在抓紧时间 比对DNA数据 另一边 摩根和莎拉委婉地劝说芬恩 不要到处撩人 毕竟上一次她就撩到一个连环杀手 搞得姐妹团差点团灭 可芬恩压根就不听啊 还未说到两句 就丢下姐妹俩 跟刚撩上的男人走了 画面转到苦逼的哥哥们 哈士奇盯着死者的事业吐槽道 他死后 一定要做个精致的防腐处理 这样才能保护好他帅气的容颜 供后人瞻仰 哈士奇是个妈宝男 他历史今后就算死 也要和母亲埋葬在一起 油桶里的液体是高浓度的盐酸 盐酸随处可见 等拍查完购买名单 死者的头期都过了 DNA检测结果显示 死者叫做保罗 是一家酒店的安保 保罗失踪于三天前 生前正好就在 分一行人度假的酒店工作 就在几个小时前 有人还刷着死者的通行证 进入酒店 也就说 乘风破浪的姐姐们 搞不好已经与凶手擦肩过无数次 此时此刻 柴小姐正在台上发表着开幕致辞 明明就是一个毫无底线的卑鄙小人 却冠冕堂皇 诉说自己如何的公正 如何的敬业 说吧还要和肌肉某男们共舞一曲 说实话 我不太建议女同胞们去这种场合 因为我没去过 有红眼病 就在某男们扭得正嗨的时候 一名枪手突然冲上前 对着台上和台下 就是一阵突突 枪手是个疯子 完全就是无差别的袭击 整个会议室 瞬间成了一片血海 CSI个个都是西施体制 哪里有他们 哪里就有尸体 台上的某男们都死了 唯独最讨人厌的B小姐毫发无伤 你说气不气 上一秒还有说有笑的同行们 下一秒就倒在了血泊中 魔棍都快吓傻了 他拼了命为伤者 做着心肺复苏 却还是无力回天 好在他们几个都安然无恙 枪手已经从后门逃走 沙拉慌忙打电话 通知正在场外的芬恩 然而芬恩正在电梯里 跟帅哥快活 哪还孤得上接电话 电梯门应声开启 两个倒霉催的 与正好路过的枪手狭路相逢 没想到萍水相逢的帅哥 却在危机时刻 帮芬恩挡了子弹 芬恩撩了这么久 总算是撩到一个好男人 他试图向外界求助 好死不死 电梯却在这时候故障了 与此同时 实验室也收到了酒店枪击的消息 可是整个酒店都被封锁了 他们压根就进不去 枪手和容势案的凶手 可能是同一人 现在他们唯一能做的 就是查清楚凶手的身份 毕竟知己知彼 方能百战百胜 特警队已经将酒店重重包围 所有的幸存者 都得到了及时救治 莎拉作为见证客的议员 她拒绝撤离现场 即便枪手还躲在酒店的某处 凶手早在枪击前 就切断了酒店的所有监控 大多数杀人魔在作案之前 起码已经计划了好几年 那么她为什么要选择在研讨会上作案 她跟执法部门究竟有什么深仇大恨 特警队正在逐层检查 每个阴暗的角落 芬恩已经被困在电梯里好几个小时 她好不容易联络上了外面的医护人员 可芬恩所在的楼层已经被重重封锁 医护人员进不来 芬恩灵机一栋 掏出了随身携带的卫生棉 堵住了流血的伤口 这样就能延缓失血的速度 万一帅哥活着出去了 还能到处吹牛 我也使用过卫生棉条的男人了 特警经巡视到了15楼 只见一个西装革履的男子 真守着一具尸体 男子非常害怕 凶手是金色长发 而男子是褐色短发 他不是警方要找的枪手 只是一个可怜的幸存者罢了 可枪手为什么没有杀了他呢 罗素总觉得不太对劲 因为枪手并没有去人更多的赌场 只是扫射了几个特定的区域 他不是无差别杀人 而是早就列好了一份杀人名单 对满走廊的尸体是如此的触目惊心 让罗素感到深深的不适 凶手用的是AR-15自动步枪 是战场上才会用到的杀伤性武器 这些受害者中 有一些是凶手的目标人物 还有一些只是无辜受到牵连 罗素必须抓紧时间 找出凶手的作案动机 前面说过 凶手容了一名安保 抢走了他的通行证 小哥仔细检查了被删安保的汽车 监控显示 凶手是一名穿着连帽衫的男子 他在三天前躲进了安保的车里 强迫他将车开往了附近的建筑工地 将他杀害后塞进桶里 然后倒上了大量的盐酸 监控没有拍清楚凶手的脸 不过凶手在车上留下了一张用过的纸巾 画面转到实验室 即便没有酒店的监控 还是有些客户用手机拍下了案发时的画面 摩根还是没能从这场炼狱般的浩劫中走出来 看上去有些心神不宁 录像抓拍到了凶手的模样 二哈将画面修复后进行了面部识别 终于得到了枪手的身份 他叫做阿伟 今年才26岁 有了身份那就好办多了 技术人员当即入侵了阿伟的手机定位 锁定了他的位置 此时他正躲在酒楼朝着东面走去 特警将持枪逃窜的阿伟重重包围 面对十几把枪口 阿伟知道自己是灾了 他冷冷地盯着眼前的执法者 致死都不愿放弃抵抗 阿伟倒在了警方的乱枪之下 从他踏入酒店的那一刻起 就没有打算活着出去 未及解除 这对分音来说是个天大的好消息 然而帅哥此时已经顶不住了 他因为大量失学已经进入了休克状态 警方调查了枪手的作案动机 原来三个月前 枪手的妻子和年幼的女儿都被一个变态 用极其残忍的手段杀害了 而这个变态早在2012年 竟用同样的手段杀害了一名少女 可当年毕小姐因为受了变态的钱 便带着几个行政人员 钻了法律的控制 让变态因为证据不足 被无罪释放了 变态被释放后不到一年 就杀死了枪手的妻女 换水咽得下这口气 难怪她对执法人员有如此大的仇恨 毕小姐当年因为利益 用尽了下三连的招数 枪手早在行动前的一个月 就曾发邮件威胁过毕小姐 也就是说 这个壁驰早就知道枪手会行动 却为了不影响自己的演讲 谁都没说 导致11个人因她而死 唯独她还活得好好的 真是气死我了 莎莱还想说些什么 可她却在此时收到消息 让她去18楼取证 还记得先前特警 在15楼发现的尸体吗 她被杀时 枪手正在1楼的会议室 不可能同时出现在两个地方 也就说 枪手可能有两个 摩根的推测是对的 因为小哥在安保车里的纸巾上 检测到了另一名男子的DNA 他叫做克里夫 这是刚才守在尸体边上的男子 原来是克里夫杀死拉安保 利用他的通行证混进了酒店 枪手的出现 反倒掩盖了他的嫌疑 即便与警方面对面 都不曾有人怀疑过他 克里夫同样憎恨执法人员 此时此刻 他已经盯上了独自一人的沙拉 原来克里夫曾经也是行政人员 却因为篡改证据做了六年牢 当年警方成立了一个调查小组 收集克里夫的违法证据 两个枪手 一个是为了妻女报仇的悲情父亲 一个是报复当年 将自己送进监狱的执法人员 他们互不相识 却同样憎恨执法人员 因为不同的墓地 不同的仇家 来到了相同的地方 在相同的地点同时行动 毕竟行政人员的研讨会 一年只有一次 还要比这更好的杀人机会吗 当年将克里夫送进监狱的调查人员 大部分都已经被杀害了 而沙拉也赫然在列 可当沙拉得知事情的真相时 已经为时已晚 整个楼层只剩他和克里夫两个人 克里夫曾是个很好的刑侦专家 当年他在侦办一案子时 为了将穷凶极恶的罪犯送进大牢 正义感爆棚的他 悄悄篡改了证据 没想到这件事很快就被发现了 自己也因此锒铛入狱 克里夫憎恨沙拉身为自己的同僚 也甚至无法将凶手送进监狱的无力感 为何就不能对自己网开一面 一定要赶尽杀绝 可沙拉能怎么办 她的任务只是收集真实的证据 真正将克里夫送进大牢的是陪审团 和他那个没用的辩护律师好吗 克里夫越说越起 眼看着就要扣动扳机 克里夫被特警击毙了 望着他的尸体 沙拉内心百感交集 两个枪手真让人捉急 毕小姐这么该死的他们不杀 杀了一对无辜的 这女人的命真硬 案件了结 为芬恩党子胆的帅哥也脱离了生命威胁 他救了芬恩一命 芬恩同时也救了他 今此一劫 芬恩打算暂时放下游戏人生的态度 和眼前的男人好好谈一场恋爱 毕竟这么好的男人可不多见了 摩根还在拼命擦拭指尖的血迹 即便他经历过两次绑架 这么多的凶案现场 可他依然无法控制情绪 三个女人 一个太年轻 欲识慌乱不冷静 一个花心 一边茶案 一边撩汉子 唯有沙拉身经百战 临危不乱 不愧当年是老鸡的手下 本集故事 到此结束 最后为大家盘点一下距离的熟面孔 帅哥的扮演者 是1972年出生的迈克尔兰德斯 早在第四季第十四季超市迭血中 大叔就饰演了一名在枪战中 幸存的渣男丈夫 美剧就是这样 一拍就是上百集 演员也是来回用 他是死神来了二中的男主托马斯 也就是开头救下女主的公路巡警 大叔长得没亲目秀 酷似年轻时的乔治克鲁尼 怎么就是红不了呢 我是可乐 感谢您的收看 您的支持就是我坚持下去的动力 谢谢大家